带钱包出去玩呢 说实话 我压力非常的大 尤其是在夏天 它会不断的穿 为了让它能好受一些呢 我们是想了各种的办法 首先呢 我们将它放在了后排 然而呢 它还是在穿 又把它呢 放在了前排的脚底下 虽然特意给它做了一个独立的空调 在这块呢 一直给它吹放 然而并没什么用 之后呢 又坐在前排的座位上 在这块呢 给它吹空调 为了它呢 我是走走停停 最后换来的却是 它根本就不准备看我 原本半个小时的路 硬是走了一个多小时 就这样走走停停 我们终于到了 我们刚到的地方 钱包呢 突然间不动了 我这么一看 竟然跟过来一个小狗 我其实它和其他狗一样呗 跑过来看一看 闻一闻 就该走了 然而呢 令我没想到的是 它除了没下水以外 一直陪着我们 沉底了吗 沉底 一二三 不行了 沉底了 沉底了吗 撸了吗 撸了撸了 还没头发出去呢 我们这边呢 忙活够强 这个小狗呢 也没闲着 在岸边 对着钱包 熬熬的交换 你这不像大哥似的 前包别走了 前包 让他跟他玩一会呗 前包 小小烦他 前包也回 跟他这么大个一样 跑了 跑了 再回来再聊了 哎呦 我天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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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这个小狗呢 又聊了钱包几分钟 钱包终于忍不住了 我都击叫我了 这哑巴都要再说话了 这整个哑巴都说话了 哎呦 他没碰着呢 没碰着呢 挺稀劲的 嗯 有点大剑那个劲 后来我看钱包喘的实在不行了 还是先回去吧 然后这个小狗呢 把他的朋友们找了出来 看了看钱包 之后继续跟着我们走 也是边走边聊钱包 这个时候我一寻声 不如给他带回家得了 多养一条狗也没啥 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路 突然间呢 有人喊他 我才知道 这不是流浪狗 叫你回家了 好朋友 下巴我们再来哦 你俩再见面 哎 挺挺好玩 这真挺好玩 他差一个多余 嗯 哎 你看 他 下巴也找你玩哦 他差一个多余 哎呦 他这么活跃 他找老大了 之后我们跟小狗告了别 就开车回家了 下一次呢 带别的狗来找他玩一玩 好玩 好玩 好玩